今年的比赛是四项赛事的合办体 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团体赛单项赛 和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团体的资格赛 和单项资格赛的一个比赛 那么到今天为止团体赛将全部结束 从明天开始到5月2号将进入到单项赛的争夺 5月2号我们也将为大家来进行 本次全国冠军赛的单项决赛的现场直播 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是湖北队的小将王芷仪 那她在这个是2000年出生的一名选手 在2019年的时候呢 一口气拿下了六枚金牌 职业生涯当中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2020年并没有太多的参加国际比赛 她的对手是左手持拍的福建选手谭宁 本身是湖南人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 后来呢是加入到了这个福建的代表队 谭宁是这个本身是一个左手球员 但是她后来呢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边呢 也是接受了这个家长的建议啊 改成了一个右手 所以其实她的这个左右手的能力都还是比较强的 软放一拍 谭宁是2003年出生的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将 今天呢是在场上唯一的一个奸向的球员 对于她来说将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单打和双打在节奏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也需要 谭宁不仅在体力上面要合理分配 同时呢她的整个思想和技战术的打法呢 也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看您的这个P对角的进攻 再次出现了失误 王芷怡呢比对手大三岁啊 虽然两个人都很年轻 但是呢王芷怡现在在这个比赛的前三分上面打的 就是相当的成本 再次出现了失误 王芷怡就是等于是诱敌深入的打法 这个发球 谭宁应该是现在要求太高 他应该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 现在在进入到比赛状态之前啊 稍微的不要给自己那么高的要求 至少先把这个比赛打起来 全是谭宁的无畏失误啊 这样给王芷怡带来了 在5比0的领先 那其实比较高难度 又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回挫 又是想要挫的这个极其的贴网 要搓出滚网的效果 漂亮 这是团宁拿到的第一分 一个圆网勾对角 先要稳住了 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里边 要把自己的在场上的这种 根基扎牢 然后再想办法提升出球的质量 下压还是非常有力的 极其具有爆发力的投顶直线 网芷怡加油 王芷怡的突击追身 夺会了发球全6比2 全球冠军赛的一个团体赛 它是采用一个波碑的赛制 五场三胜 然后每一场是打三局两胜 每局21分制 这次球是落在了线上 福建队男女队的 这个实力都很平均 他们男女团体 都是进入到了决赛 关亚军的争夺 而湖北队呢 因为他们这个整个的省队里面 国家队的成员比较多 所以相对来讲呢 单双打都实力比较均衡 也是杀进了女子团体的决赛 今晚的男团呢 是在浙江和福建之间的来争夺 冠军 重复控制王子仪的正拍的底线位 这个推球还是推得非常到位的 就是你在比分上面 如果跟对手已经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 他整个的这个心态 反拍就会比较的平稳 反拍掉球到往前 这球是后场的一个 在往前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挑起了高球 出界了 出界比较多 之前几天的转播 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观众的这片球场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风向的影响 对比较多 在标平的 yan 站在就這個球的一個猶豫 已經站在了往前的 谭寧一個不忘的得分機會 哎呀 看著就要 要這個 出界 盛拍的一個大對角 接發球假動作 拉高遠球 點殺一拍 連貫往前 谭寧還是下意識著 又是比較追求前場回搓的質量 加油 看這一球 肯定這個年紀呢 它還是 國家青年隊的這樣的一個級別 參加的這個比賽還是青年隊的 好 好 2019年 國家青年錦標賽的女當冠軍 這個球 這個球很有突然性 動作 整個人趴在球場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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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ilities 一个大叫 给自己打打气 福建女队是去年全国锦标赛 女子团体的第一名 这个谭宁也是球队的主力球员 脚下滑了一下 谭宁刚才这个来 到前场的来救球呢 出现了脚下打滑 这个救球之后 他爬起来之后脚下打滑 非常的吃力 这样领先11比9 是湖北队的王子怡 进入到了这个技术间歇 20秒 20秒 继续急 12秒 12秒 11秒 1秒 还是要的太边了 拉一个平高球出界 目前来看呢 这个谭宁还是要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 请不吝点赞 防守的不错 但是王锦衣接下来这个防守 有一点稀松了 第一拍的这个点杀的这个防守 还是不错的 抓推时间晚了 回球不是很到位 再次给了对手一个 进攻下压的机会 瞎上网 本人是快挡 很低位的一个回放 这个反拍也是太追求节奏了 对角线呢出现了失误 虽然只有三岁的年龄差距 但是这个2000年出生的王锦衣 就是看起来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他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沉稳 重新呢占据了比分的优势 好球 这个是头顶位 一个滑板 目前呢中国女队在 世界语言的排名当中呢 截止到4月20号这个星期为止 世界排名第二位 陈雨菲 是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球员 接下来就是世界排名第九的 和平交 王指仪是排在国内的第三名 他的这个世界排名是17位 然后呢就是25位的韩月 那么韩月呢 今天呢也将作为第三单打 在福建代表队里边呢 这个来出场 不知道比赛会不会打到这个阶段 福建队呢是全国锦标赛的 未免冠军 而这个湖北队是人才积极 单打和双打呢 都是力量比较均衡的球队 所以这场比赛呢 将会竞争非常的激烈 加油 投顶滑板对角线 又是一个边线的出界 谭宁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注重出球的质量 但是追求自己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也带来了比较多的失误风险 停顿的推底线 漂亮 王智宁对角线平高球的过度不是很倒背啊 看到这个抽一平高球 对方呢 直接的一个对角线的点杀 12比17 王智宁呢 在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之后呢 一直保持着比分上面的优质 也有优势 你看到这个福建队的教练呢 是我国以前著名的世界冠军 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陈宏 他宁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这个身体还是非常壮的啊 就是比较的这个健壮 腿部的力量应该是属于比较有爆发力的 可能是这个膝盖啊 有因为刚才的这个旧球摔倒了以后有一点出血 所以现场需要治治疗一下 他的这个右膝盖呢 是擦破了擦伤了 可是你看他的这个股四头肌的这个肌肉啊 真的是非常有力量 属于比较那种腿部非常有爆发力的球员 而王芷怡呢走上羽毛球道路 是因为他小的时候身体比较的弱 然后呢就是通过羽毛球来锻炼身体 结果成为了他的一个职业选择现在 12比17 在2019年当中我们刚才说除了这个谭宁是获得了国际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你当冠军之外呢在亚锦赛上面他获得了一个第三名啊 也就是说呢差一点点就就打进决赛 因为羽毛球呢他成绩好的国家还主要是集中在亚洲 所以这亚锦赛有的时候比这个这个国际比赛还难打 和苏锦赛的鲁图 在偷氧的过程里面 想打一个钓前场 不是非常的果断 杀球之后到前场的连贯 还是比较快的 王子怡这个球 假动作的一个下压对角 这个动作是非常灵动 但是这个角度压得太厉害了 所以出现了下网 15比18 谭宁还落后3分 把错球回错的质量很高 再打一把直线 这个推对角被谭宁给把握住了 这个推对角还是拦得非常好的 差一点点 在底线方面 谭宁今天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球还是有几次失误 现在底线方面失误不是很多了 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边线 这个球砸在了边线上了 也是一个犹豫 这个发球就有点擦网 所以也影响了王子怡的判断 王子怡现在只差1分了 这个优势已经逐渐的缩小到1分 就是这个回放失误 本来这个心理上面被追分的压力 还是有的 抽球不到位 下网18平 谭宁现在气势如虹 连续得分 连续两个掉球 这也是谭宁尝试调球 这球两个人打的都比较的谨慎 因为比分打到这个程度 对于双方来说呢 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两个人打的都是比较的保守 对于双方来说呢 插在手上的话 确实已经到了很紧张的时刻 这球接杀党员网 太偏了 便利不回答 今年多是西六 gag 十九分 十九平 去发球的假动作 但是对方有准备 这假动作没有骗到团宁 这样是团宁在比赛的 第一局大部分时间 处于比分的落后的情况下 率先来到了局点 转放一下 改变一下节奏 又判断失误了 黄芷一几次的分数的判断失误 导致了他在局点上面 丢下了一个宝贵的一分 这是假动作的放网 其实动作还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不是特别的贴 然后后撤的速度没有赶过 没有赶上这个球的速度 这样团宁是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是逆转21比19先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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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呢 王芷一是需要消化掉更多的一个不良的情绪的 因为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占尽了优势 大部分时间就是他在一分上面的领先 在最后的关键球上面处理的不是非常理想 然后导致了先丢一局 这个时候就是说需要重建信心啊 因为就是在2019年 他有六枚金牌入账的情况下呢 其实他击败过很多世界的名将 这个包括英达农啊 山口倩啊 内维尔 都曾经是王芷一的手下败将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具备这个打败世界顶尖高手的实力 而且他的世界排名也是迅速地 进入到了世界前20 应该说王芷一呢 是国家一队当中的女单选手里 在东京奥运会的积分这个周期里边 所收获的最大的一个这个成绩 应该是比较被看好的一张王牌 那后面的这个因为疫情 所以呢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的节奏 受到了干扰多多少少的 其实对于这个每位运动员来说 都需要消化和处理很多的问题 我现在就需要消化和处理 谭林的墙网很突然 这个推球正好是在面部的高度 我们看到这个举拍很难受 王芷一这球就皆非了 就因为他是对手推得很快 而且推的高度非常的合适 这个就是第一局比分的一个心理影响 现在谭林的整个在场上 他是来到了相对比较容易控制的这片场 去背对着观众 同时呢由于第一局的逆转 在心理上面是信心非常足的时候 继续比较 假动作 这个球其实是谭林一直呢 在控制王芷一的头顶位 对于王芷一来说 能够把这一分拿下 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他反复呢 是在头顶位的下压 然后连接往前 在这种多拍的跑动当中 是消耗比较多的 但是还是等到了对手的一个失误 加速地抽对角 这个是反拍的一个推后场 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王芷怡有一个变速的一个抽对角 3比4还落后一分 假动作的揭发球没有过往 王芷怡反拍一个吊球 轻吊往前的这个击球 其实谭宁想回放也是不太容易借到这个力量 王芷怡反超比分来到了5比4 杀上网 结果的这个扑保也没有过去 王芷怡再拿1分6比4 这个球的下压比较的干脆 王芷怡反拍推球不到位 被对手连续地下压压制住了 之前来看第一局打到尾声的时候 关键的时刻 王芷怡他的这个头顶位的后撤步 确实有的时候显得比较慢 因为慢了所以才放掉了那一分 就是有可能就是说 侥幸地戒内或戒外的这个最后的局点 所以呢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头顶位 其实是谭宁经常会来压制对方的一个点 在比分上面 一旦接近或者领先的情况下 谭宁他的这个进攻啊 是在他的这个骨血里面 他这个球就是要求质量高 是他的一个天性可能 又打出一个很高质量的一个头顶下压球 结果出界了 这个球放得太高了 过往很高 王芷怡反拍的推扑 因为之前王芷怡的这个球 已经有滚网了 有擦网的这个迹象 确实不太好处理 8比5 发一个后场偷袭一下 这是头顶位 王芷怡把球拉起来 再挡圆网 对角线 批对角线 好球 这球抓得很漂亮 正守卫 其实王芷怡的这个成功率 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正守卫的一个批杀球 他还是给自己留比较多的一个 进攻的余量 不像是谭宁的那种打法 他的要求会比较高 反拍勾对角 反拍勾对角 质量勾得很好 问题是很突然 让这个谭宁没有准备 下距离 出发球 这样动作 下距离 推身 由接发球的变化 还是会 改变 这个节奏 你看这个球就是很吃力了 对王子宜来说 蹬跨到前场 在很低的位置来挑高球 很防守了 这是谭宁的机会 没有能够抓住 其实已经是来尝试 控制王子宜的头顶位 王子宜这个球确实不是很到位 谭宁又是对自己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 她说要一个批第二球 结果这个球是批在网袋上 很好的一个得分机会 没有把握住 这样湖北的王子宜在第二局 又是领先进入到技术 尖歇11比6 好 好 加油 高凯雷 高凯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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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比六 十一比六 投顶位 点杀对角线 这球打得相当地漂亮 回挫质量很高 这个球界内吗 看一下王志宜 其实已经进最大力量 向后场 前面那个球 是这个 挫球挫得特别到位 所以王志宜呢 他去这个 被动的来 把球挑起来 挑后场不是特别 就是说到底线 这样给了 谭宁进攻的机会 追回了1分 7比12 还是控制 王志宜的头顶位 然后这一点杀一板直线 球顶位拉起来 对角线 这个球放的呀 太漂亮了 这就是谭宁他要的效果 但是每一分都要这种球 那真的难度太大了 你看一下 哎哟 太高级了 刚才我们说 刚才那个球就很神奇 这个球呢就是 又是一个轻打的下压 有点掉球的那种打法 又是在同样的点 又来一个 比刚才那个还高级 好像那个球在网袋上面 停的时间更长一些 已经很被动了 主要还是谭宁这几分呢 在网口上面的表现很出色 他的这个回搓 都是质量很好 然后呢抓推 因为回挫的质量高 所以呢这个 这个王芷宁那边 只能是采用推球 或者是挑高球的 一种防御的方案 不是很到位 这样谭宁呢是给自己呢 往前的一个高水平的 一个技术的展示 然后创造了进攻的机会 头顶位抓推的下压 王芷宁这一拍打得 还是相当漂亮的 很突然 13比10 我们又是这种放网 真的是 韩丁那个小技术 往前技术上面 确实是质量很好 假动作的一个放网 王芷宁 主持人 扎推 杀指线 杨芷一拿到一分 14比11 这球不容易 因为在正拍方向 有一个半逾越 还得马上站起来 羽毛球运动员 他对体力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所以现在总局 要求各个项目的运动员 都要有体能的训练 和体能的测试 在大赛之前 有体能的测试 是非常有必要的 特别是对羽毛球 这个项目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寻找进攻机会 还是控制头顶位 又是头顶位 头顶位 王芷一的点杀 确实不是很到位 党员网的对角 我们看到这球 这个勾球 造成了王芷一的失误 其实在打法上面来讲 团宁呢 他的变化还是很多的 打法很聪明 比较的多元化 有点像和冰胶的那种风格 这是很有想象的 因为打的手顺了以后 他的出球的质量 确实是非常高 你看看这个球是一个吊球 起手之后呢 看到王芷一的站位非常靠后 因为他整体的感觉是 也许是杀球 所以王芷一呢 他没有想到 对方这个球是一个吊球 擦网而过 所以他的这个判断上面呢 受到了影响 要求 都是一个回放 质量很高 可以出界了 杨宁虽然是 目前还是国庆队的选手 但是他的这个 比赛的状态来看 还是相当的聪明啊 就是说他球打得很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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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鼎位 安徹宜這一次的抓推下壓 劈得非常的兇 因為對方是一個反拍的一個 抽球 並不是很到位 有點稀鬆出手 15比14王子儀還有一分的優勢 哎呀又是運氣啊 但是也是說明彈寧的機球要求特別高 又是在網代附近的一個滾網球 這個球 這種球確實誰都不太容易處理 安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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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郭文贵 加油 郭文贵 立场 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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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的抽档 王志宜在这个 抽档的编织过程里面 突然的软放了一拍 这次谭宁还是想 回出一个很低的球 全是在房贷上面 滚了一下没过去 王志宜得分17比15 王志宜 加油 王志宜 加油 郭文贵 冰敏 你好 给 在哪里 连辞辞 谢谢 非常 现在比分打到这样的话呢 王芷怡是比在第一局里面 遇到19平这样的比分上面 心理上面会有比较多的优势 四分的一个领先 看看这一局里面王芷怡 是不是有机会把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 哎呀 要求太高了 可能这个多拍也是挺消耗体力的 谭妮这个球要的就是边线 有点诱敌深入的感觉 就是给你这样一个半高球让你打 你可能有可能会飘出边线 果然还是得手的 球打得非常的聪明 王芷怡的局点 有四个局点在手里 是一正拍的抓推点纱没有过往 谭妮再追一分 我们刚才介绍了在今天的这个双方的出场阵容来看呢 谭妮是唯一的一个身兼两项比赛的选手 所以她的这个体力啊 当然我们从她的这个身形 还有她整个比赛的状态来看 她确实还是有储备 体能上面很出色 但是仍然还是会遇到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第一局 第一场比赛打进到决胜局 对于谭妮来说 确实还是 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和考验 这样是21比17 王芷怡呢扳回了一局 第一场的比赛 双方就要进入到一个决胜局的交手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 这个全国羽毛球冠军赛打到这个阶段 应该是针尖对麦芒的比赛了 所以应该是哪一场比赛 都不会是说会轻松的一个获胜 为集体荣誉而战的团体比赛 每位运动员呢都会 应该说是倾囊而出啊 从今年的这个全国冠军赛来看呢 有一些羽毛球队 它一个是传统的这个羽毛球强队啊 在男团和女团的这种方面 因为人才的储备都比较的多 所以呢他们无论是在男团 还是女团方面都能够进入到前八 比方说浙江队 江苏队 福建队 湖南队 上海队 辽宁队 都是在男团和女团方面呢 全部都进入到了前八名 所以说还是比较有实力的 这个羽毛球的强省 我们来继续关注决胜局的争夺 我们来继续关注决胜局的争夺 这个球王组一在对方的 又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揭发球上面啊 让王子一出现了判断的失误 如果发小球的话 在单打方面发小球的话啊 就会出现对手直接的这种揭发球的变化 应该出界了 还是这样 谭宁的双脚起跳要求太高了 这种揭发球的变化 这个球打得很精彩 这是对角线配对角线的 穿针引线的打法 从步伐的移动上面来讲 还有这个不确定性 球的这个不可预测性上来看的 谭宁的变化是很多的 使王子一呢 多次出现了在左右转体 还有逾越式的这种扑就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速度上面 他还是处于下风 然后呢在预判谭宁的球方面 球路方面啊 有一定的困难 中路的点杀下网 对于谭宁来说 虽然他是身兼两个项目 他如果是说 自己的代表队 福建队在前三场都是3比0获胜的话呢 那么他第四场就不用上场了 但是我估计是很难 因为湖北队呢 他们在这个双打方面 人才济济 这个杜月李英辉 李问妹和郑宇 这都是国家一线的 国家一队的这个高手 都在湖北队 虽然他们今天呢 是打破了在国家队的原配的组合 但是依然是有很强的实力 所以今天这个排兵布阵上面来看呢 第一场的女单是非常的关键 从比分上来看也是势均力敌 区分上面1比1 现在呢是3比3在决胜局里面 你看这个对角线的变化 在墙网的这种意识 还有执行上面来讲 谭宁这一分就是很火转 推球推得很到位 然后在对角线勾对角 真是一个左右的一个胶织 线路打得非常火 哎呦漂亮啊 那就是这种不可预测性 王宁呢这个球就稍微的有一点点的 这个推球不是很到位 我们看到 拉了一个平高球 这种平高球啊 直接呢就让谭宁呢 有一个劈对角的得分机会 拉平高球其实是 在速度上面处于下方的时候的一个 相对来讲摆脱的一个打法 但是如果高度不够到位的话 这个对手还是很轻松的 能够拦截得分的 谭宁有点着急了 头顶位强行地打对角线 出边线谭宁6比3领先 在前两局的比赛中呢 都是王芷怡 比赛在早期都是比分上面的领先 但是现在呢 这场比赛来到了决胜局 是谭宁领先6比3 这要求比较高了 就是党网 开高空的一个党网 加油 军队 军队 加油 加油 就是往前的对角线的一个连接 软放一拍 黄宁领现在打的是比较放开的 因为他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组合 特别的多元化 很充分的来展示自己的球技 确实是很难判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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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继续继继继继续 加油 王智依也是用了一个假动作 好球 终于抓住了点杀的机会 这个组合王智依的这个得分呢 就是有点像以其人之道还持其人之身的方法 他也是增加了这个往前的一些过渡球 增加了一些变化 发高眼球 也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 谭宁他是具备一拍进攻的能力的 所以在接发方面选择直接下压 而这种高眼球呢 如果发得很到位的话呢 就是其实直接下压 接发球的这一方是有难度的 6比7现在王智依把比分追的还差一分了 还是发高眼球 就会选择拉起来拉对角线 这是王口上面的一个比拼 王智依把比分追到7比7 就是能够看到 谭宁的这个回挫太追求质量 他就是要一板挫死对方的这种要求 进攻失误 王智依比分反超 8比7 因为双方的第一女单之间的交手啊 就是非常的凄烈啊 露死谁手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明了 第一场比赛就已经打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球 也是说平高球过度不到位 对手的拦掉 嗯 连续得分 现在王智依是反超三分了 十比7 十比7 11的ij才 4 1 第7 6 6 4 5 放一拍 拐一下 这个假动作 就是在往前的这个 手腕的一个小的 一个抖动 造成了球路的改变 这个是唐宁 唐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经常使用的 他这个球其实相当远往 远往搓球 其实难度挺高的 但是他的就是 手腕的一个抖动 那球搓得这个 非常的转 不仅是这个前后转 还左右也转 敢拍勾对角 勾得还不错 嗯 再勾一个正拍的 漂亮 体力 这一分啊 还是赢在体力上面 进入多拍 垃圾战之后呢 谭宁在这个 出球的上面 他因为体力更好 所以他出球 是比较到位的 比分很胶着 谭宁把比分 追到了9比10 还差一分 正拍勾对角 谭宁在往前 这些就是放网 还有他的这个勾对角的 对角线之间的这个组合 一个正拍一个反拍的 这种组合的使用 就是在往前啊 大幅地调动对手的转身 包括整场比赛呢 在底线的让对手的 这种转体转身 你可以看见 对王志宜的限制是很多的 所以王志宜呢 出现很多次的扑救 转身扑救这种被动的局面 打得非常勉强 交换场地了 谭宁是后来居上了又 中间有一度比分落后 现在来到了 11比10的反超 比分现在打到这个阶段呢 还是很难分出这个高下的 只有一分的分差 那接下来呢这个决胜局的后半部分 对于双方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打团体赛 他还有一个 肩上的压力的一个问题 要代表自己的这个团队呢 来作战 很锻炼人 转方一拍 你看就这种对角线的变化 很突然 但是这球是出界了 看看裁判的判断 这个球判给了王志宜 这是一个反拍的抽对角 确实是有点 不太好说 感觉还是像 有点像线上 11比平 这次是铁定无疑的戒内了 整拍的点杀得分 球已经很偏了 但是呢 应该是右手啊 是在一个右手的正拍位 所以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这球有点被动了 没有想到 王志宜这个球是突然的一个放短 那就是一个 挡掉啊 蓝掉 嗯 搓球下网了 这比分真胶着呀 这个比赛真是打得如此的势均力敌 王志宜起身真快啊 王志宜起身真快啊 但是还是 一直是处于被对手调动的节奏当中 因为在前面的这个几拍转身里面看到王志宜已经是起身非常快了 脚下的步伐也很给力 但是呢 但是呢 依然是在速度上面是处于被跟着对手打的这种局面 所以丢分的概率还是比较高 13平 这个太勉强了啊 王志宜的这个反拍的搓球已经是很高质量了 看这个球 谭宁这个球是因为他有点后撤了 他得做中路一个防守啊 不管你上一拍打的什么阶段 因为下一拍做准备啊 习惯向都是要回到球场的中间 所以他在后撤又 又回到前场来完成这个回撮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王志宜连打两分 15比13 加油 挫脚了 差了一个垫步 速度差一点点都不行 速度差点都不行 然后球又是比较高 投顶的滑拍 加油 冯思宜 加油 冯思宜 比赛 这场比赛呢 对于福建队啊 非常的重要 我们之前说了 因为湖北队的双打呀 特别强 四位今天上场的球员 都是国家队的一线主力 当然了这个福建队呢 也有黄东平 黄东平也是核心老将啊 他这个1995年出生的 是上场的这个球员当中呢 比较这个有大姐姐资历的球员 那主要是在这个 国家队呢 主要是打混双 今天呢 是将作为第二双打的 这个出战福建队的比赛 但前提就是说 首先这个福建队得让这个比赛呢 打进到这个第四场 然后才能有这个第三单打 韩岳的出场 他您这个受伤的地方 可能还是在出血吧 又再次请求了医生 在笔分上面 现在也是他暂时落后啊 这种叫医疗的这个 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面的 一个节奏上的调整 因为都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个 来做出的这个处理 像贾一帆和刘玄炫呢 代表湖南队 这个打八进四的那场比赛里边 就是在比分上面 他们处于落后的情况下呢 贾一帆呢 就是来盘了一下头发 就把头发重新盘起来 就这个动作 就是很重要啊 就是改变了这个场上的这个节奏 也给自己的这个队友 第三单打 制造了上场的这个机会 比赛最终的是三比二 湖南队呢 是获得了进入四强的这个机会 今年的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呢 他的这个成绩呢 是第一阶段打小组单循环 这个小组的前两名呢 晋级第二阶段的决赛 然后这个前八名呢 他是要这个进行重新的抽签 然后是这个淘汰赛啊 但是这个成绩呢 是跟全运会不挂钩的 前面的这个小组第一阶段的循环呢 他的这个小组前三名 决定了全运会的参赛资格 所以我们说这是全运会的 这个预选赛和全国羽毛球冠军赛的 一个组合的比赛 他说平高球不是很到位 对对手啊 直接的点杀 王子一再次啊 做出了愉悦的动作 团定的这个腿上 现在是打了包扎 可能这种包扎啊 还是会影响到 他的这个膝盖的打弯 他说平高球不是很到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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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搓 要是頭頂位後搓有點慢 防守還不錯 再過改變一下方向 哎呀 這個放往 放到對手手裡了 有點被動了 王主儀連續的蹬跨步 頭頂位過度對角 這個團寧的打法 真的是 他這個假動作手腕一抖 特別的 讓對手難以預測 不過王主儀這一個多拍 他是零力 在對手零力的進攻之下 做了非常縝密的防守 就非常輕盈的一個劈對角 拿下了這一分 看還是得摘下來 因為這個包扎呢 其實明顯能夠看出來 對於球員他的這個膝關節打彎 是會有影響的 18比15再次恢復了三分的優勢 這個擋網啊 藍調啊 包括呢 在前場的勾對角呀 這是彈寧啊 經常會使用的 而且他隱蔽性特別強 好球 好球 其實總體來看呢 我們看到呢 王子儀在這場比賽裡 被對手呢 調動轉體的移動 是比較多的 也就是彈寧呢 他在整個線路的組織上面啊 這個對角線的使用很靈活 相對來講呢 王子儀的這個球呢 就比較的保守 他中路的這個直線球 控制這個頭頂位 或者直線的這種使用比較的多 有點亂了啊 彈寧呢 其實他是很有天賦的一名球員 這名球員呢 他就是需要加強穩定性 這個球打的還是很好看的 就像這個和雲交的球 也是非常的具有觀賞性 但是他有的時候 還是在場上面 會出現一些波動 這樣王子儀為湖北隊 帶來了這場比賽的場點 軟方一拍 對角線控制 防守得不錯 漂亮啊 王子儀 雖然在決勝局裡面是 這個對面的小妹妹先領先 但是這種王子儀還是 這個把握住了機會 成功地拿下了第一搶女子 單打的勝利 為湖北隊取得了開門紅 我們稍微地休息一下 等一下一起來關注一下 雙方的第一雙打之間的對決 祝賀湖北隊 就算了